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过头来呢 在刚才我们有讨论到的就是马英九蔡英文 这双英呢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什么呢 就是在昨天我们看到这个远见的民调这一条 他提到了就是马蔡两个人特质与能力当中 人格正直诚实 谁比较值得信任的呢 结果选马英九的是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选蔡英文的呢 则是占百分之三十五 你看起来觉得好像还是马英九胜 上面盖个章胜 可是光琴请教您哦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差距这么样的接近呢 我们过去其实也曾经做过好几张这个资料统计 那就发现到说 其实呢这蔡英文常常之前跟之后 是不太一样的 言行不一的 可是为什么民众好像没有感觉到 才会有这个民调结果 这几个对比哦 我仔细看过了 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点 不是蔡英文做得好 或是他人格特质特别高尚 而是说可能马英九马总统在从政性格上面 或是在从政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失分 所以他的分数低了 我只举一个例子 今天最想讲的 就是说林安顺小队长一个警察被杀了 就竟然没有人判死刑 然后最后才判无期徒刑 那我要讲说马英九的一个成绩单上面 他有高分的 但是不多 但他有赤字 但赤字一个最惨的就是说 49分他是没有补考机会 就是说你死当 就是你在同一个议题上面 而且这攸关我们公平正义的 这个部分如果死当 哦 那个扣分是扣很大 那整体的一个印象 就跟我们讲说六万块 哦 六万块你还说你是中下阶层 那很多人他们那 聊到刚刚讲一个 Kimochi 公平正义 这世界上还有公道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翻身那种感觉 像林安顺小队长的家人就有这样一个 这个感觉 他们其实条例是像蔡月忠这个检察长 当初要该上诉没上诉 你可不可以解决 他还升那个检察师长 我觉得这是可以解决的 今天他因为上电视的原因 跟邱义委员跟其他的议员认识 还有人去帮他们说明 那其他人呢 到现在有多少的家庭案子冤案 或者说当然那个 那个那个 愤愤不平的那种小市民的心声 没有透过解决 我觉得这都会被放大 放大一个效果在那边 对对对 所以这边你看嘛 就是刚刚你讲到的就是大家才会对于说所谓的改革司法这个事情才会比较失望一点 否则的话为什么在这个民调的结果当中改革司法扫除贪污弊爱会是蔡英文胜呢 后来蔡英文当初跟匾并没有切割清楚 他还去支援的声援那个苏志芬等人 没有人家这样去干预司法个案 可是司法改革这个司法整个的整个行政程序和这些处理的过程 你可以做这方面的调整嘛 那你如果不做这方面调整 那结果就是甚至连那个陆证案子 如果这个恩道促成法 明年说明这个案子用无罪了 那怎么办呢 你说这个东西 那被马上就是大大的扣分啊 而且他这个一个案子可以拖得这么准 对啊 对不对 陆证都已经 陆证的爸爸都已经觉得很不难